嗨 大家好 今天是礼拜天 昨天我们经过一些辩论 然后大家都有一些想法跟讲法 但是我常常觉得台湾的政治人物 好像都不知道 到底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尤其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一天到晚抱着美国的大腿 然后把大陆当作是敌人 可是在昨天的G20里面 G20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20个国家吧 大家聚在一起会讨论一些重要的事情 那美国的总统Trump 就跟大陆的习近平去见面了 见面以后就开始讲到两件事情 我想他们讲的事情 经过我们的报纸刊登之后 我如果用大家认为比较蓝的报纸 来讲这个新闻的标题 我想大家会认为我是有选择性的 那我今天就跟大家讲 这是自由时报的标题 标题很有意思 川习会 暂时不会加税 从中国出去的货物 然后另外一个说 Trump松绑 华为的禁令 Trump松绑华为的禁令 这个什么禁令呢 就是过去在所有的重要的这些硬体软体 Trump说你不可以卖给大陆 不可以卖给华为 因为有国家安全的理由 那也不让美国可以卖华为的产品 那好像这个禁令很有效 然后又把孟晚舟 让加拿大先把它抓起来 然后要引渡到美国 加拿大到现在还没有引渡到美国 那我昨天看到有一个人的角色非常有趣 就是那个加拿大的总理叫Trudeau Trudeau昨天在会议里面 跟记者会里面讲的话 简直就像一个少不经事的大男孩 第一个他们最主要要求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大陆要释放 拘留的两个加拿大的人 但是他请Trump去帮忙 Trump也说好我会帮你 Trump公开讲我会帮你 但实际上没有结果 那加拿大的Trudeau也跟大陆的人谈 谈了以后说这个要释放 但不理你 很简单嘛 大陆人会认为说你抓了我们的公民 那我也可以抓你的公民啊 而且你抓我的公民 根本我的公民没在你加拿大犯罪啊 是美国人认为他犯罪 但是美国人也没有提出正式的控诉的罪名 然后你就把这个中国人抓起来 梦晚舟抓起来 那中国人对加拿大 马上采取了措施嘛 就是你抓我的人可以 我也可以抓你的人 而且我抓你的人是有在中国境内 贩毒犯法的行为啊 那加拿大呢 更糟糕的是 它的农产品跟美国一样 都被大陆禁止进口 找的理由也很简单 说你里面有放了 所谓的禁药的成分 超过了 他们也完全不让你进口 然后他在进关的时候 简易给你拖慢了 但到最后是什么回事 加拿大农产品都不能销到大陆 各位要晓得 加拿大的农产品 外销到大陆是非常重要的 就跟美国的农产品 大豆啦牛肉啦猪肉啦 这些产品 要销到大陆也是同样的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销不出去以后 那这些农民就惨了 就破产了 像美国最近有好几个大的农民都破产了 那加拿大终于很高兴的跟大陆 昨天也谈成了 牛肉猪肉可以再 可以进到大陆去 但进到大陆去的话 我可以跟各位讲 前途还是不知道的 因为随便在海关就可以有一个理由 你就进不了大陆了 你简易的时间拖长了也不行 那我前一阵子在看那个 有一个影片里面就说 美国的那个大豆黄豆的骨仓都塞满了 那肉品的那个冷冻库也都塞满了 为什么 因为大陆不买了 不买了以后你就完蛋了 你就卖不出去了 然后就要开始跟大陆谈 那川普不是一样吗 如果美国的农民 因为川普对大陆采取的 不公平的贸易征税之后 货物卖不出去了 农民一家一家的倒 这以前没有发生的时候 一家一家的倒 大公司都倒了 那川普还选什么总统连任 一定选不上 那川普就是生意人 就是商人 所以他会跟大陆玩技巧 谈判的技巧 我抓你个人 我禁运什么 讲一下华为的东西是有国家的安全上的危险 我再跟各位讲另外一件事 就是加拿大的事情 就是关于华为的事情 加拿大它有一个叫做 叫做Public Security 这个Ministry 就是说公共安全部 那公共安全部呢 这个公共安全部的部长呢 叫Rolf Goodell Rolf Goodell 这个加拿大的公共安全部部长 他说呢 他说你对华为所有的系统检视过了 他不会对任何资讯网上面造成安全上的危险 也就是说他不危险 也就是说 华为的产品在加拿大被使用的时候 是不会对他的国家造成任何危险的 这是加拿大的公共安全部的部长 Rolf Goodell说的 这就是说出来一个事实 就是美国人骗人啊 但是为什么他的公共安全部部长 会去讲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我加拿大跟你大陆和好 跟你中国和好 我贸易还是要谈的嘛 贸易还是要做的嘛 而且实际上美国人讲的是不对的嘛 那川普真的是一个疯子 那这样的话 跟着疯子走的是啥子 啥子是谁就是蔡英文 蔡英文不是说全面禁用华为的产品 你真的傻了耶 因为我们要用快速的资讯的传播的系统 不但对我们的生活品质有帮助 而且对未来社会的进步 科技的进步是有帮助的耶 那你怎么就停了呢 前两天台北市那个科文哲市长的双子星大厦 他要用成旗舰计划 他可以让市民对他的感官 观感都会完全都会改变的一种 一个大的计划被参用用国安的理由 对不起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让这个得标的人 因为他里面有中资的嫌疑哦 他没有证据哦 嫌疑哦就不可以了 我前两天已经讲过了 在全世界各个国家 对于外国的资金的投资都是很欢迎的 通来投资啊 你没有投资是不行的 你没有投资就 这国家里面外资进来的少 这国家建设的资金就会少 所以全世界都是张开手臂 欢迎外资来投资 但是对于外资什么样的方向不投资 是用产业别来决定 而不是说从资金的来源来决定 各位听清楚我讲的吗 判不判定他对国家安全有没有影响 是从产业别的 比方讲非常高机密的国防科技 比方讲国家里面最重要的那种基础建设 像盖翡翠水库啦 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建设 那甚至哪些产业是对国家来讲是命脉 生存的命脉 这个才叫做标准 是不是符合国家安全的标准 不是资金是从那里来的 所以美国也大量欢迎大陆的资金 加拿大也欢迎大陆的资金 德国也欢迎法国也欢迎日本也欢迎 全世界都欢迎 都欢迎这些资金 所以如果全世界大家都欢迎国外的资金 而且不是从哪一个国家来 是从产业的安全来决定的话 那蔡英文你根本就鬼扯吧 蔡英文你在骗人呢 蔡英文你听到我讲话没有 用国安的理由去拒绝大陆的资金 全世界大概就只有你而已 为什么 因为你把大陆定成是敌国嘛 大陆就是敌国 但照我们的宪法来讲 大陆是我们的领土 不是敌国 你怎么会这样去讲呢 然后美国人禁用华为 你也跟着禁用华为 你听听加拿大的公共安全部的人 这个部长讲话好不好 人家讲得多清楚啊 你要不要听德国人讲话 英国政府讲话 德国政府讲话 他们不认为是有问题啊 你要不要听沙烏地阿拉伯的人去讲话 没有问题啊 华为的产品不会造成这种公共安全 国家安全上的理由啊 那双子星更是好笑 他只是房地产而已啊各位 双子星的建筑物只是房地产 他不是台积电啊 他还不是其他重要的建设 决定关键性的重要建设 他会影响到国家 都不是啊 他只是不动产啊 然后你可以让他不干 我觉得柯P啊 真的跟蔡英文啊 这个选举啊 我看真的要搅上去 搞不好柯P真的 就因为这件事情 我非跟你蔡英文干不可 我建议可批 如果他真的是 有guts的一个政治人物 像我周锡伟一样的话 我开放使用华为 我就直接签约 让双子星大厦可以盖 你国安部 国安部门你来抓我啊 因为我是守法的 你是违法的 你去把国安法修正之后呢 你变成国安法 变成一部违宪的法律 国安法修正之后 变成民进党 蔡英文真正可以恐怖统治台湾 可以随便抓人 那柯文哲 你作为一个民选的首都市的市长 我建议你出来以身死法 要不然市长你不要来做 我来做 真的啊 你不要做我来做 你辞职市长我来选 我告诉你我就敢做这个事情 什么叫民主 什么叫自由 什么叫繁荣台北市 让台北市市民可以过真正的好生活 就是使用现在最先进的5G嘛 就是让双子星大厦可以盖嘛 就是让都更可以做嘛 就是让大巨蛋可以赶快盖完嘛 中央对你卡卡卡卡卡 你在那边不敢做任何事情 那要选你做市长做什么 我在这里也要呼吁国民党 我们国民党真的7月7号上街头 不要只有一个铁龙公投的这个题目 其实他真正的目的就是 推倒白色恐怖的蔡英文 推倒抱错美国大腿的蔡英文 这些讯息告诉你什么蔡英文 你抱美国人大腿 美国人只是那个低阶的人跟你讲几句话 你乖乖的听上他的当 华为不能用 中国大陆资金会造成国家安全的危险 你听那些人跟你说谎话 那些是没有程度的美国人 各位你走到全世界去看 就像我今天周习伟讲的任何的话 都是我今天早上去看所有的国际的新闻 不是经过翻译处理的 各位我们今天的国家的媒体 早就被操纵了 什么绿色的媒体 什么某些候选人的媒体 他们根本就是选择性的给你新闻 所以我过去就一直在讲 我们一定要推动英语教育 小学六年级以前 毕业以前就能够看得懂 报纸 英语报纸 讲得很标准的流利的英语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一起参选总统 他竟然讲说国际观最重要 英语的这个百个旗次 错 英语教育第一重要 蔡英文就是英语不好嘛 我们这些报纸的媒体 也没有以前那些什么真正的专门的翻译了 许多的记者不但是 英语程度不够 而且那个脑袋瓜 是个浆糊 是个烂石头 臭石头 跟民进党现在所有的人都一样 是那个粪缸里的臭石头 是那个老匠缸里的人 他认为给你洗脑 给你错误的讯息 你就会上当受骗 我建议各位 每天找时间上Internet 去找英语的新闻 你就会知道 原来全世界是这样 不是蔡英文讲的那个样子 蔡英文这些人就是愚民政策 就是洗脑政策 蔡英文敢不敢讲说 我们不要跟大陆的贸易 我们跟美国做贸易好不好 我们听美国人Trump的话 也不要跟大陆来做高科技5G的来往 也不要跟大陆做贸易 要不要听他的话 如果你听了你就是白痴 我们每一年跟美国的贸易额顺差是多少 各位知道吗 大概五六十亿美金 跟大陆是多少 八百亿美金 各位五六十亿美金跟八百亿美金 更重要的这五十五六十亿的贸易顺差 被蔡英文去买那些美国的那些打不了仗的那些破铜烂铁的武器 我们就跟美国的贸易是逆差不是顺差 然后他叫我们不要用最先进的5G 让我们赶不上世界的进步 然后要我们拼命买他们 卖不了大陆的黄豆 我们拼命买大陆不买 美国农民卖不出去了 美国政府就告诉蔡英文说 哎你赶快买我们黄豆 拼命买啊 抱大腿拍马屁啊 然后牛肉拼命买啊 猪肉要赶快买啊 卖不出去都卖给我们 但是卖给我们也就算了 还是很高的价钱各位啊 所有卖给我们东西都很贵啊 我们要照单全收 我们民进党这些政府的官员 你们简直就是美国人的斗腿嘛 怎么买那么贵的东西啊 一架F163G我经常在讲 111000万美金 全世界最好的F35美国人不卖给我们 不到1亿美金 我们买一架打不了仗 F16破铜烂铁 然后买的比全世界最进步的战斗机 还要贵 各位你告诉我讲 蔡英文有没有脑袋 她有脑袋 她绝对有脑袋 我告诉她 因为她认为美国人可以给她报 她用美国人就可以制造台海紧张 然后台海紧张之后呢 蔡英文选举就会赢 拍拍手 自以为多棒的小聪明啊 这川普武器不卖给你了 川普现在跟大陆人也谈好了 我们现在不再搞贸易战了 那我们这些美国的科技可以卖给华为了 川普是生意人多聪明啊 只有你蔡英文是个政治傻瓜 你傻到不得了 人家川普在耍你 说你是个棋子还真的夸你了 更不要讲韩国瑜讲的筛子 你筛子也做不够格 棋子也做不够格 你就是一个大烂 大肉票 你就是肉票啊 但这个肉票不是美国人要你做 是你自己要去做的 你为什么不敢跟美国人讲 如果我是你蔡英文 我就会直接告诉美国的代表 我要用华为5G 你管我干嘛 我认为它对我国家安全没有影响 我要用它的产品 因为它的产品可以带来我们人民 资讯处理的快速 生活品质的提升 甚至我们将来科技经济进步的动力啊 对不对 那你美国人叫我们天天帮你 你有帮我们什么 你有帮我们什么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但最重要的时候你出卖我们 讲好卖给我们的武器不卖了 不是出卖我们了吗 其实美国大多数的人民都告诉我们讲说 第一个美国人绝对不会帮台湾人跟大陆打仗 这大家都知道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美国优先 美国人的利益摆第一 台湾只是最好利用的一个旗子 肉票 随时跟大陆发生冲突的时候就把台湾拿到前面去打 不是要帮你打仗 不可能 防卫你不可能 所以蔡英文要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我现在思考 我要跟美国人怎么样谈 我们将来的关系是什么 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 美国所有的政府官员讲来讲去就是跟特朗普昨天讲的一样 支持一中政策 美国特朗普又讲了 他支持一中的政策 那我们在干嘛 你抱那么多大嘴送那么多钱拍那么多马屁 然后跟他做了很多的错的事情害到我们的老百姓 然后怎么样 美国人跟你讲说站旁边啊 想啦 你这傻瓜 你这笑的 想啦 这是美国人对你蔡英文的态度啊 你跟他也讲不了话啊 你根本不知道怎么跟美国人打交道 像人家到了集团里 那个加拿大总理 他因为加拿大是英语跟法语系的国家嘛 所以他到那里就直接可以沟通 他们思考的逻辑也是相同的 但他起码可以跟美国的特朗普总统平起平坐 但是他在那边还是像一个 考试失败的大男孩 他还是会去卑躬屈气的去找 中国代表台 说对不起请你买我们的农产品 就达成协议 好买你的牛肉 买你的猪肉 买你的农产品 你再不乖 你再不释放孟晚舟 那我又把你停下来 这就是谈判 这就是贸易嘛 在全世界都是如此嘛 蔡英文你会嘛 我讲一个难听的话 你连舞台都站不上去嘛 对不对 我们今天的处境就是这样啊 那为什么不可以跟大陆谈 许多人都跟我讲说不要谈大陆不要谈大陆 没有选票很可怕 各位你没胆量那是因为蔡英文在吓你 要有点胆量 全世界都在跟大陆谈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跟大陆谈 而且我们还可以用共同的语言跟大陆谈 我们还可以跟他讲说 你这个地方做错了 你这个地方太过分了 你这个地方我们不会接受 你这个地方怎么样 跟他谈嘛 全世界哪个国家不谈 现在Trump又要跟金正恩谈了 要跟他谈 他不理他啊 为什么我不甩你啊 但是你会来找我谈啊 所以整个G20跟最近所有国际局势的转变 证明一件事情 蔡英文你真的是丢脸丢大 可是我也没有看到几个国内的人 真正懂这些局势 而且有信心 有胆量 跟美国人讲这些话 跟加拿大人讲这些话 跟大陆讲这些话 但是我有 我周锡尾有 我在外商公司曾经做过七年的事情 我太了解西方人在想什么 我太了解西方人要怎么对他 我告诉各位 你越是对他客气 他越是会压你 你越是没胆量跟他争个道理 他越会欺负你 你越是没有什么 没有muscle 人家讲没有muscle 你没有力量 他就越欺凌你 而且不要忘记 跟美国人还是要斗智的 你还会斗智啊 外交是要斗智的 蔡英文你没有 你连第一关 让外国人觉得你有信心 有谈判的筹码都没有 你已经先投降了 所以我跟各位说 这一次的选举大家看清楚 要做国家的领导人 就必须要站得出去 讲得出道理 看得清楚局势 而且不要再上民进党的当 我告诉各位 民进党现在真的很糟糕 民进党现在在走向独裁 蔡英文在走向一个 村姑村妇 这个翻译其实不叫村姑村妇 他真的便是一个很笨的 很笨的一个国家领导人 但是他搞的是渔民政策 渔民政策还要吓大家 最近的国安法的修正 我一定要再提 就是恐怖开始 白色恐怖的开始 然后跟两岸不谈 两岸没办法沟通 跟外国人根本不能讲上话 就是失败的开始 要我今天是蔡英文 我会跟日本人讲说 你如果不让我跟安倍谈事情 那我们就不用谈 所有的取消都没关系 我们也不见得靠日本什么 我们跟日本的贸易几乎是平的 要科技我们也不需要走日本来 农产品我们自己好好做也可以有 谈啊 美国也可以谈啊 我觉得你什么不对我就跟你讲啊 不是有个AIT在台湾吗 找AIT的官员来谈啊 不是他找你谈啊 是你找他谈啊 但是要谈什么 我相信你蔡英文不会 我会 那你说吹牛 我没有吹牛啊 我经常跟各位讲的所有的事情 就是事实啊 因为你们没有经验 而且你们要骗台湾人 然后你们要拉美国人来做你的靠山 你也不懂得国际上什么叫谈判啊 你也不知道你的力量在哪里啊 你也不知道你的筹码在哪里啊 你也没有策略啊 更糟糕的是你要拿美国人来影响到我们中华民国下指的总统跟立法委员选举啊 你被人家掐住了 被人家掐住了 然后你就开始怎么样 吓台湾的老百姓 哇跟中 跟大陆来往啊 有任何的事情我就用国防法把你秘密抓起来 秘密审判 真的很愚蠢啊 我们看了G20的meeting之后 我们看了这些事情之后 我要跟各位说的就是 蔡英文我希望你能够醒过来 我也更希望我们全国的国民能够醒过来 中华民国过去的外交 中华民国过去的经济发展 中华民国过去的民主自由 希望不要被民进党这一次彻底的摧毁 更希望那个做错许多许多事 还在外面大言不惨说 国家安全跟台湾主权 来骗大家的蔡英文 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起来推翻她 推翻她 如果她对大家是用恐怖统治 是用愚民策略 是用高压的破坏民主的方式来进行 大家真的可以把她推翻了 虽然选举是在1月11号 可是我们真的可以开始推翻她 我们可以开始罢免她 罢免她 而且我呼吁所有在中华民国的知识分子 大家应该站出来 不要再躲在那里 你要站出来 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不站出来 所以今天的政治才会变成让民进党为所欲为 大家站出来 各位好朋友 如果你觉得周喜伟今天讲的话 跟你想的是一样的 蔡英文完全是错误的 那就请大家跟我一起站出来 推翻了蔡英文 谢谢大家 请大家多多指教